新闻 哇哇哇 挖掘新闻内幕 挖苦新闻人物 我是郑鸿怡 我是于美人 欢迎收看这类新闻 哇哇哇 为你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 首先第一位是营养师宋明华小姐 第一位是我们尊敬的林杰良医师的太太 谭敦慈女士 那么还有一位是医药记者洪素清小姐 那么欢迎三位特别来宾 来到我们的这个现场 那么事实上 这个林杰良医师之前 也经常上我们哇哇哇的节目 所以她的这个离开 我们都很不舍 那当然最不舍的是 大嫂要面临这样的一个困难 那么今天可以来上我们的节目 也让我们知道你好好的 这个我们也觉得 可以比较安慰跟放心这样子 那么所以大家会比较好奇的是 怎么会发生这个事情这么的快 如果我没有记错 苏京本来说有好转对不对 一度传出有好转 我记得她儿子洪珍一直讲说 应该没事媒体外面不要乱写 因为当天是礼拜五 那礼拜五早上的时候 我记得那天我们传出消息来 是说已经到急诊 然后急诊那个时候就是已经插管了 那那个时候本来后来想说 一度就是好像他们的医院出来 告诉他说已经转到一般病房了 所以到一般病房的时候 我们外面曾经一度说没事了 那就很高兴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们报社打电话来跟我说 要按夜克膜了 我说不可能不可能 因为我心里一直不希望这件事情是往那个方向走 所以我一直跟他说不可能 不可能 没想到很厉害 我说不可能 刚刚说好转了 结果后来就马上被打枪 就报社说已经按了 我想说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当天就已经上夜克膜了 然后后来长官就说这样子怎么患 夜克膜很严重 我还说没关系 我就安慰自己说没关系 这个夜克膜 李医师这种夜克膜 是夜克膜适应症里面最好的 长官说为什么 我说因为夜克膜是说现在他的肺 因为已经这么严重肺炎 他的肺不能对外换气了 那我们要用一台机器来帮助他身体 让他肺休息 让他身体有足够的氧气的供应 我说这个是我认为夜克膜里面 所有适应症效果以前育后最好的 因为以前有些人是已经脑都怎么样 事情都怎样才来 如果他单纯是废这样子 我觉得我还跟自己长官说 没有问题 没事的 后来到地址 他就跟我说 你可能要准备林医师的人物稿 我说不可能 现在大家都在急气 不会的 所以我从头 其实在这些新闻从头到尾 我就一直很否认说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所以林太太可不可以请教 那天发生了什么事情 其实你问我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真的是觉得 我现在在回想起来 其实所有所有的都是非常正常的 我们礼拜五早上 他唯一的一个不舒服 就觉得他有点想吐 所以礼拜四晚上睡觉之前 礼拜四他有洗肾对不对 我们礼拜四早上他是门诊 下午又看门诊 晚上我们还去快走六公里 然后吃晚餐等等的 然后快走六公里是走多久 六公里我们大概只要三四十分钟 就可以走完 因为我们速度很快 我们几乎天天都走 所以这个都没有问题 然后开始洗肾也都非常的顺利 走完六公里之后回来洗肾 对对对 洗肾多久 我们一般会洗到八个小时 很黑 对对一边洗一边休息 在家里洗 对我们在家里洗 然后隔天洗 并不是天天洗是隔天洗 如果情形许可之下 我们可以洗到八个小时 那当然有时候会比较短一点 或者是更长一点 就是看她的情形 然后这个开始 所以她晚上洗 洗到礼拜五的早上四点 大概六点 她觉得她肠胃道不舒服 她洗完之后觉得肠胃道不舒服 她觉得肠胃道不舒服 我就帮她收血 她觉得她想要起来走动一下 所以我就把血赶回去 什么叫把血赶回去 她只把血液是透析在外面 她继续是在人工症状态 她是这样嘛 你平时她就有导臉 导臉的时候你开始洗她就睡了 她就一直循环 她一直洗 她一直洗 对 但是你洗到结束的时间 水脱完了 然后毒素倾斜差不多 我们就把血赶回去身体 然后再止伤口 那这些都没有问题 包括我帮她把血赶回去 都没有问题 然后赶完血她还站起来说 她觉得比较好一点 那她要去厕所这样子 可是我就觉得她的脸色有点苍白 我说我们还是赶快到医院去 然后她就说好啊 那不然你就准备下去开车这样 我就说可是你脸色这样苍白 我不敢把你这样 她的这个脸色苍白是从来没有过吗 她觉得她肚子痛 还是说她以前只要不舒服 你们就立刻送医 没有没有 我们从来 我们在家洗了将近25年 我们从来没有到医院去看过病 所以那天你也发现情况不太妙 不太对 其实这25年来我们在家洗的时候 就是没有挂过任何急诊 也没有去医院看过任何病 我们就是定期的一到两个月 验一下她的血液的素质 那因为都很好 所以我们就继续在家 就是洗诊这样子 那天你只是看她脸比较苍白 为什么就要给她送医院 因为我觉得她肠胃道不舒服 脸色苍白 那我是护理人员 我觉得还是赶快到医院去 比较安全 然后我们就叫了救护车这样 然后到救护车来她还 所以你自己开车来 你就觉得比较慢是不是 不是我是担心她坐在车上 万一不舒服的时候 我要开车怎么办 怎么办我就说我们就 因为我们家里医院很近 大概只要5到10分钟就会到 那我就跟她讲说我们坐救护车 她就说不要麻烦人家 然后大概拖了5分钟左右吧 我儿子就说我们还是叫救护车好了 然后就叫了救护车 然后她自己还走到救护车上面去 然后到救护车上面 那个盐皮跟她凉血什么都非常好 都没有什么问题也没有喘 那我们到了医院就换到床上去 她也自己挪过去 她也没有觉得 她自己换床 换床对 然后那个小姐就给她用氧气 所以她是走的进去医院的 没有就是虽然是推床进去 可是她自己就挪到我们医院的床上去 然后凉血什么也都是非常好的 但是肚子还是很不舒服 没有 她到医院的时候她还告诉我说 我现在好多了 舒服多了 而且她就稍微靠着那个床 就稍微眼睛闭了一下 然后就来照S光片了 那第一照S光片 她还是自己判读的 她就肺的右边有一点点白色的那个 像发炎的情形 然后她看到这个心态告诉我说 这样就要住院了 那我就跟她讲说 你不要担心我会一直陪着你 可是大概在五分钟之后 她会完全很喘 那她就一直觉得可能是 就是我们到医院有打点滴 她觉得那个水太多了 那洗身病人是不能灌那么多水的 她就忽然间很喘 然后就说快 我们赶快去洗肾这样 结果正好那时候 肾脏科医师也到了 不是刚才早上才洗完吗 对 所以我们那时候 因为她是肾脏科教授 所以我们听到 因为她那个洗身病 如果水积上来 其实会很喘的 那那时候我们就听她这样讲 就赶快就往洗身室冲去了 可是到洗身室大概没有几分钟 她就不呼吸了 心跳就停止了 开始洗了吗 那时候还来不及接上去 可是后来就是开始给药的时候 结果有接上去了 等一下 所以她自己还判读了 第一张X光片 她说这要住院 然后就开始喘了 没有再过五分钟 突然间就很喘 然后要去洗肾 她看了X光片 有说这个就要住院了 然后五分钟之后就喘 然后说赶快 她还来得及讲 赶快去洗肾 然后之后就 就没有呼吸 我们有到洗身室 到洗身室她就很喘 她有在讲过什么话吗 她就很喘的时候 就没有再说什么了 一直到她走就都再没有说过话 没有 所以她最后的是说 赶快帮她洗肾 所以孩子就一直觉得 很 就是孩子一直觉得 不能接受 对对对 所以这样 当场在洗肾那地方就昏迷了 对对 对林大太 依你的了解 跟其他医师的研判 发生了什么事情速度这么快 很多人都说是病毒 当时也有很多的怀疑的病毒 因为我大儿子他大概一个月前 发生事情的时候 他大概一个月前从上海回来 那他们也担心是 那也在独医学院对不对 互战大学的医学院 对他担心是H7N9或者是H1N1 或者是萨子 甚至那时候怀疑到这样 结果后来都没有 都没有 都没有 因为她说肺有一点白色 是不是有一点浸润 花园 就是有点发炎 那所以后来就立刻送急救 对不对 对 就开始急救了 那有一点好转是什么时候 基本上我觉得 我不想这个好转怎么判读 然后但是就是说 就没有再醒来过就对了 对 然后四天之后就走了 对 那中间有这个媒体说 他好转转到江湖 一般病房是真的吗 不是真的 那是其实只有他离开急诊室 他有离开急诊室 有离开急诊室 有到那个江湖病房去 对 那可能因为媒体就 我不想媒体怎么会知道这些事 然后就是他们 因为那四天里面我都一直待在医院 并没有离开过 所以我不晓得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过去有过没有过这么严重的情况 对不对 从来没有啊 我们在家洗了 他其实临时从洗肾到结束 其实一共洗了31年多 其实再过几个月 再过三个月就32年了 对那我们在家洗了将近25年 从来没有 洗肾都就是打上针啊 然后我们就开始给他吃东西 吃水果 因为平常他们水果是有限制的 那我们就在这短短的一个小时之内 会给他平常不能吃的水果 让他吃了消化吸收 然后把一些钾利子洗掉 所以他洗肾的这个过程当中 他是非常享受这个时间 因为我们全家都会陪着他 真的啊 他洗的频率怎么样 他就是隔天洗 隔天洗 一次都要洗8小时 6到8小时 对 这洗的时候大家也都在一起聊天啊 吃东西 对 我们其实他开始洗的时候 还是功课也都写完了 然后就是会一起陪他 其实基本上在我们家洗肾 不是零食的事情 是我们全家的事情 所以我们无论做什么 会把这件事情摆在第一位 哇 你们家其实听起来很温馨 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现在缺了一脚 所以说他的小通会会说 爸爸现在我们来洗肾了 对 他不会说 爸爸要洗肾了 是我们来洗肾了 他会说我们来洗肾 而且所有林医师 平常不能吃的东西 我们小孩就不吃 不会单独去吃这些东西 林医师的敌人就小孩的敌人 哈哈哈 休息全国家